作为长春藤之一的康奈尔大学一名华裔学生 在巴以冲突发生后 因在网上发表杀死犹太人的言论 目前已经被FBI逮捕 根据联邦司法部周二的一份声明显示 被逮捕的人是康奈尔大学的大三学生 帕特里克戴 21岁来自纽约州皮茨福德 他被指控利用州级通讯发布威胁杀害或伤害他人的信息 其诉书称 戴在康奈尔大学在线讨论网站论坛发布了威胁信息 其中包括呼吁杀害犹太人的帖子 和将向该校主要提供犹太饮食的食堂开枪的帖子 对戴的指控最高可判处五年监禁 并判处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 以及最高三年的监管事法 尽管他被逮捕后承认了自己就是发送上述信息的人 他的父母仍然相信他的清白 并将他的行为归因于抑郁症而不是暴力倾向 密苏里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陪审团10月31日裁定 全国房地产商协会与数家大型房地产经纪公司 串通哄台房屋销售用金导致消费者开销增加 必须赔偿18亿美元 身为全美势力最庞大游说团体之一的全国房地产商协会 这个判例是迄今遭遇诉讼的最大挫败 其发言人说打算提出上诉 同列被告的还有美国家庭服务公司 凯勒威廉姆斯房地产经纪公司 美国家庭服务公司是股神巴菲特波克夏投资公司的旗下机构 另外两家原本也在被告之列的房地产中介商 Anywhere Real Estate与Ray Max Holdings 开审前已提早一步达成和解 同意赔偿合计将近1亿4000万美元 根据现行制度 民众卖房子要让中介抽成 通常比率为房屋成交价的5%至6%之间 用金则于买房中介评分 华尔街日报分析 不论房价如何飙涨 中介抽成比率均固定不变 用金收入屡创新高 而这个判例可能颠覆房地产业 沿用数十年的旧规 10月31日经美国陪审团裁定 特斯拉Autopilot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在2019年的事故中不存在制造缺陷 这对这家汽车制造商来说是一次重大胜利 因为它在美国各地还面临着多起类似的诉讼 在2019年 特斯拉的Autopilot系统可能导致车主驾驶的Model 3 以65英里每小时的速度突然偏离洛杉矶的高速公路 撞上一棵棕榈树并燃起大火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几秒钟之内 法庭文件显示 这起事故导致车主当场死亡 以及另外两名乘客受伤 其中包括一名8岁男孩 乘客指控特斯拉在销售汽车时明知Autopilot和其他安全系统存在缺陷 但是依然销售带有该功能的车辆 在周二的法庭审判中 两名严重受伤的幸存乘客要求赔偿4亿美元的身体伤害 精神痛苦和司机的生命损失 但特斯拉认为是人为失误导致了事故 而不是自己的Autopilot系统 特斯拉称车主在开车前喝了酒 不清楚事故发生时Autopilot系统是否处于开启状态 当天特斯拉让由12名成员组成的陪审团相信 该公司的Autopilot系统与这起车祸无关 在以色列军队与哈马斯武装分子在加沙激战的同时 首批从加沙撤离的伤员11月1日获准入境埃及 埃及方面一直坚决拒绝接收加沙难民 埃及当局担心现在允许大批巴勒斯坦人入境 而到战争结束后 以色列可能会不允许这些难民返回加沙 从而导致这些难民永久留在埃及 经过多次斡旋 卡塔尔最终说服埃及同意了这个撤离方案 据路透社报道 埃及一名安全人员表示 周三有多达500多名持外国护照的人 在拉法过境点入境 还有大约200人正在巴勒斯坦一侧等待 目前还不知道埃及边界会向从加沙撤离的人员 开放到什么时候 埃及卫生部表示 在边界附近的一个埃及城镇建立了一所野战医院 允许80多名巴勒斯坦伤员入境接受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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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